周興節一年兩場洪滾演唱會圓滿結束 方浩文、鍾振濤和太太范姜 今晚都有來捧場 Eric也和頭場一樣 再次為香港歌迷特意翻唱張學友的歌曲 忍得了如此 沒了我牽掛 繼第一晚請來鄧紫棋當嘉賓後 尾場Eric再給驚喜 邀請上個月自在紅館開演唱會的 張天婦當嘉賓 不過合唱時就發生了一件小意外 我們不討論的故事 這就是我們 我歡迎MC 原來是先廣機臨時故障 MC也非常聰明 馬上改由樓梯跑出來登場 兩位唱情歌都有一首 他們亦都惺惺相識 Eric說聽過MC翻唱自己歌曲 大讚非常好聽 至於MC亦都說很開心 Eric成為他第一位 在香港認識的台灣朋友 對 然後我說當朋友 我就在想 應該要先了解一下你的興趣吧 是 平時有甚麼愛好嗎 平時嗎 我最近蠻喜歡高爾夫琴 你會嗎 不會 你會愛寫歌嗎 寫歌是寫歌 我也愛別人寫歌給我唱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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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可以 有的一人想明 我心依靠我 I will give you my all Eric完show之後 就說紅館開show 感覺非常好 甚至說是他開演唱會以來 氣氛最好的一次 因為第一場已經是我唱過 最high的一個演唱會 然後沒有想到 今天第二場還可以top it 非常的感動 然後 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成就 因為當一個創作性歌手 就是有你的歌迷朋友 都會唱你的歌 就代表你寫的歌還不錯 Eric又說很開心 請到Jam跟MC做嘉賓 還說一定會幫MC寫歌 MC呢 知道他在香港現在非常厲害 很開心可以邀請到他 來到舞台上跟我一起合唱 然後很開心交到這個朋友 他還跟我要歌 就是我現在有一個隊在排 蠻多的 下一個是蔡依林 對 我會找時間寫的